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Q点 Q在这里 那么距离它R远之处的电场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的限制就是说Q这个电荷必须是点电荷 如果不是点电荷不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如果我们有多个点电荷的话呢 它的电场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个summation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几个点电荷 那么在某一点产生的电场是每一个电荷 个别在那里产生电场的向量荷 好 第三种方法就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如果一个电荷连续分布在一个物体的体积里面 或者是表面上或者是一条直线上 那么它在周围所建立的电场是什么 那么这个是连续分布的电荷的电场 那么它用的式子呢 是这样子的 DQ 这里有个R Univector 也就是说这个积分呢 相当于这个summation 好 现在我们呢 举例说明 这前两个非常简单 我们节省一些时间呢 那你们就自己看一看书上的例题 那我现在就举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这个例题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例题 假如我们有一条无线长的直线 无线长 这个线上面呢 有电荷连续分布 那么它单位长度的电荷 是Lamina Coulin Coulin Per Meter 这个上面都有 无线长 那现在我们要问 距离这个电荷分布的直线 垂直距离 为R远之处 有一个P点 我们要问 这个P点的电场是什么 P点的电场 OK 好 我们现在要求 好 那么当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方法 你不一定是照我的方法 你自己要整理出一套方法出来 我现在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要求什么 我们要问这个空间的电场是什么 那你怎么做呢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不是胡思乱想啊 不是说我记得某一个公式 像这个公式大家都知道 就死在这个公式 这样子不行 那我们必须思考呢 有一套逻辑 这套逻辑让我们呢 很容易就抓到应该真正应用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首先就看 这个问题是要你做什么 求电场嘛 求电场 那你就在心里头盘算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求电场的方法 你算一下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目前我们学过三个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布呢 是连续分布 对不对 所以就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来做这个问题 我们抓到这个正确的方法之后 我们就把这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我说过第一个式子最重要 它就是以后你做这个问题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指导的原则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1等于4π y0 r平方 dqr univector 我们 比如说我改习题或者改考卷 看你做不做得对 我就看你第一个式子就够了 你第一个式子摆出来 我就知道你 你会这个方法 你就用对的方法 你如果第一个没有式子 马上就 这个乘那个乘这个 一大堆乱七八糟 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 你在这里瞎拆 那现在我们就要谈 我怎么用这样的式子 那这个式子意思就是说 你呢 要把这个连续分布的电荷 先把它分割成 无限多个小小的电荷基数 然后这个电荷基 每一个电荷基数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的向量核 就是这个电厂 所以我们知道 你要取电荷基数 但是我们又想到 这个积分号里面 有单位向量 那就是说 每一个基数产生的电厂 是一个向量 向量核的话 不能用积分 向量核是不能用积分的 用积分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积分呢 必须要把这个向量 化成纯量才可以积分 如果是积分的话不行 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 有多个向量 作用在同一个位置 那么它的核向量呢 是这些向量的向量核 要求向量核的话 我们一次只能做两个 用两个我就可以用三角的鱼旋定律 可以用正旋定律 求它的大小跟方向 你多个在一起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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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求 那你这么多 好多好多个 无限多个 你怎么加在一起呢 所以啊 因此这个式子呢 在用以前 你要先用这个式子 我们要把这个 由DQ产生的D1 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说 我在这里要取一个DQ DQ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它会有向量 我要把这个向量啊 把它想办法削掉 怎么削呢 我可以取它的分量 用分量 或者是说 它有两个向量 做内积的话呢 最后结果就是存量 所以我们先取这个 先处理这个 把它处理变成存量式 再来带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你要取DQ 你DQ要在哪里啊 什么叫DQ啊 就是把这个电荷 分成无限多个小电荷啊 那当然一定 它要在有电荷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这里 取一个DQ DQ 你怎么取呢 它大小是什么 它的位置在哪里 你要标示出来啊 当你要标示位置的时候 我们上一次讲过 你要建立一个坐标 那因此啊 因为它只在这条直线上 好 那我就假设这个叫做Y轴 这一点呢 叫做圆点 那么它在圆点的下方 Y公尺的地方 它的长短 这一段的长短是Y公尺 好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 DY 这个小小的线段 DY小小的线段 那么这个 就是DQ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说了 好 我取 DQ 等于Lamina 乘DY 它每一公尺是Lamina库仑嘛 你现在DY公尺 它就是Lamina乘DY嘛 OK 在这里 你一定要有图 你没有图 你怎么说我取DQ 取DQ在哪里啊 就在哪里啊 所以你一定要画图 表示出来 好 然后呢 你就看 我现在有DQ了 那这个R是什么意思啊 R是什么意思啊 R就是从电荷基数 到你要求电厂这一点的距离 这一点的距离 OK 这一点的距离 那么R Univector呢 就是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是从DQ指向P点 所以呢 所以呢 它有一个单位的向量 电厂就是朝这边 它的方向是朝这边 这个叫做D1 OK 那这个R Univector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R Univector 这个就是R Univector 好 那现在 我们有了 我们说 它是向量 不能用这个式子积分 那我把它分成分量 因为所有的这个上面的DQ 在这里产生D1 不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一定可以分成 这两个方向上的分量 一个分量是什么呢 就是D1 Y 一个方向就是D1 R D2 OK 好 那这个的方向就是在这里 R Univector Y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Y Univector 所以你这个图上好多东西要写哦 你要表达清楚 你图上面就要写得清清楚楚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这一点的电厂 D1可以变成什么呢 我们说D1 我们先说 DQ 在P点 的电厂 D1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 这就是D1 分成两个分量 D的分量 D的分量就是R 方向的 叫做D E R 一个方向是Y 方向的 D E Y 你要熟悉用向量 你向量 存量搞不清楚啊 你学不下去啊 好 那我们就先一个一个处理啊 我先求D R 好 这就是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D E R 加上 D E Y 的意思 好 我现在就开始一个一个求了 D E R 等于什么 D R 它是它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假定这个角是θ 那我就令 这个角θ 这个 对顶角 也是θ 对不对 它就是等于cosinθ 乘上D 一 向量 不是 等一等 因为它的方向是固定了 就是这样 乘上 cosinθ 乘D 一 好 现在我们就把D D一的大小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不管它 这个就是它的大小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R Pi Y0 这一下 DQ呢 DQ是这个 Lemina DY Over R Square 好 那 现在 不管你是 哪一个 DQ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不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它总是有这么一个分量 它的分量都指向R 方向 因此啊 我们就可以积分了 所以 ER 它就等于 R 提出来了 它不在积分号里面 它是在积分号的外面 4 Pi Y0 分之Lemina 这里还有一个cos cos cos cθ 我忘记一些了 好 那么这里 它现在就变成 cos cθ r square DY 好 积分从哪里积到哪里呢 按照Y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就 Y从 因为它是这条线上 都有DQ嘛 所以DQ从 负无穷远之处 一直到 正无穷远之处 都有DQ 所以它就是从 负的infinity 到正的infinity Y要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把向量变成纯量 就是积分号里面 变成纯量 它这个向量 我们提出来了 好 第二步 你要记得 积分 只能够积纯量 是没错 但是它 一重积分呢 只能积一个变数 只能积一个变数 因此呢 我们这里头 R Y Z Y是变数 我们知道 Z Z跟R 是不是变数呢 那我们就要 去check一下 如果它是常数 不是变数 那好得不得了 我们就把它 常数提出来就好了 如果是变数呢 我们就要把 这几个 变数间的关系 找出来 把多个变数 变成同一个变数 现在我们来检查看看 Z跟R是变数还是常数 你怎么知道它是变数 是常数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挤一挤 那我们就把这个挤一挤啊 DQ 挤一挤 位置 它可以在这里变化 当它在这里跟在这里跟在这里的时候 R有没有改变啊 R有改变 对不对 所以R是变数 它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这条连线 跟这条线的夹角 有没有改变啊 也有啊 因此呢 它也是变数 因此R跟θ也是变数 那你现在就要把 θR跟Y之间的关系要找出来 那怎么找呢 我们就要找一个 比如说 我看这个三角形 它的三边 有Y 有大二 有小二 有θ 尤其是有R 有θ 有Y 那我们就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边跟角的关系 首先我们就看 Tiny的θ θ是等于Y的绝对值被R除 这从三角形可以读出来 它是等于对边 那个三角形的对边的大小 比上斜边的大小 比上不是 不是 比上零边 对边比零边 那么 绝对值Y 现在等于什么呀 Y的本身是负值 因为这是Y轴 零以上 远点以上是正的 远点以下的坐标是负的 所以它的Y坐标 在这个位置是负的 所以绝对一定是正的 所以它就必须是负Y over R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 Y要等于负R Tangent to theta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Dy 好 那你去看看 Dy 等于什么 Dy就等于把这个积分 负R Tangent to theta的维分 不是积分 维分 Tangent to theta的维分 你要记一记 以后常用 电学跟磁学都常用 它是等于 Segent to theta D theta 这个要记一记 好 我们就把Y变成theta了 如果我也能够把R变成theta 那我三个量不通通变成一个量吗 一个变数吗 对不对 好 那R跟theta什么关系啊 也是看这个三角形的 对边比斜边 是三theta 斜边比对边 是Cosigent to theta 这个是 对边 这个是 Sigent to theta 这个比这个Sine 这个比这个就是 Sigent 所以呢 R 要等于 等于这个 我们 不是 我们不看这边 看这边 这个是个变数 看R 0边比斜边 是Cosigent 斜边比0边 是导数 Cosigent 导数是Sigent Sigent Sigent 是它 乘算R 乘算R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跟这个 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给的第一式 这个 第二式 好 我们把这些 带入第二式 好 那我们就得 1R 它要等于R Univetal 4 Pi Epsilon Zero Lamina 然后把Cosine 带进去 Cosine Theta 还是Cosine Theta 然后呢 Dy 就是这个 Dy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是 负的R Sigent 平方 Theta D Theta 然后 分母是这个 Sigent Theta 乘算R 的 平方 好 现在它的变数 已经从Y 变到Theta了 刚刚这个是 按照Y来看的 Y从负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它按照Theta来看呢 你在负无穷大的时候 比如说 它不断的往负无穷大 移动 这个脚不断的张大 不断的张大 张大极限值 就是去 这个无限远 极限值就是90度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从 二分之拍 到负二分之拍 当它往正一边移的时候 这一条线的夹角 因为角度这么算是正的 你这样子算就是负的 负二分之拍 好 现在我们就把 这里头整理一下 我们看一看 Lamna本来就有的 这个Cos跟平方Theta 跟这个Cos跟平方Theta 约掉了 约掉了 这有个R平方 这里只有一个R 因此这个R呢 它是一个常数 R是常数 P点跟这条直线之间的距离 R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里头就只剩下什么呢 就只剩下Cosine Cosine D Theta 二分之拍 到负二分之拍 OK 这里有个负号 这里有个负号 好 那这个就是等于 Sine Theta 等于Sine Theta 积分就是Sine Theta 负的 Lamna 4Pi Y0R Sine Theta 积分 Theta 从二分之拍 到负二分之拍 好 负二分之拍 代仅就是负一 负一减掉 这个代仅是一 负一减一就是负二 负二跟负号 约掉 它就变成两倍 这个时候 它呢 就是 它就是 这个约的就变成 这个负号不能这么写 这个负号不能写到这里 要写到这里 它就变成 2Pi Y0R 分之Lamna 好 这个是 二方向的分量 那我们把这一项求出来了 再求这个 再求这个 好 好 D-E-Y D-E-Y D-E-Y是什么呢 D-E-Y就是等于Cosine 等于Sine的 D-E-Sine Theta 这个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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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也把这个 D-E 带到这里头来 它就是等于Y univector 四π ε分之 Lamina 二平方 二平方 DQ 用Lamina DY来带 Lamina 然后sinθ 再乘上一个 D DY 第一 它是Y方向 Y方向就没有了 那我们就是这么写 第一 等一等 Lamina在外面 写错了 DY 对 就这样子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 因为它 整个值 还是从 我们还是从负的到这里 你看看 这个式子 跟我们这个式子 只差在哪里 我现在把这个写出来 这也是从负无穷大 到正的 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那它现在 应该是 只差在哪里 差在这里跟这里 这个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只要看看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的差 就是 这里头是cos 那个是sin 但是你看整个过程 这个cos都没改变了 整个过程里面 cos通通没变 最后就剩下这个 而其他的呢 变成这个 所以我们说 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得到 其他通通一模一样 就是 最后 最后它就是 它在哪里 负的 二 这里头是sin而已 好 我们就用负的lemon 分母还有一个r 好 里头就是sinθ dθ θ原来是从二分之π 到负二分之π 那这个积分是什么 负3θ dθ是dcosθ 所以积分就是cosθ 所以它是等于y lumina over 4π y0r cosθ θ是从二分之π 到负二分之π 这个代积就是0 cos二分之π都是0 所以这个就是0 OK 这个限量是0 我们再把 d1 1 2 跟1y 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来 就是 1 2 跟1y 对的 这里要写 这里要写er 1y 抱歉 因为这是微分 这里开始是7分 那我看这边有没有写错 这边 没有 OK 这边 这边就对了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就得 因为这个就是er 所以1呢 是等于er 加上1y 那这个就是0 这个是0 因此它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 等于r univetal 2 pi epsilon r 分之 lumina 结果就是这个 最后结果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看 我们整个 你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啊 你要处理很多东西 把向量变存量 然后再把存量里头 有多个变数的话呢 要变成同一个变数 然后再7分 你回去一定要自己仔细的 去把它彻底的弄懂 我讲的这么慢啊 一般它就可以就带过去就好了 但是带过去 你不了解这个 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啊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的一种方法 就是很完整的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表达这个问题 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你的步骤要怎么样子 有条不紊 而且你一定要写对了 像量就是像量 纯量就是纯量 不要不要随便乱七八糟 写着像量不像像量 纯量不像纯量 所以你自己都搞不懂 那个是什么量 好像这个问题 我们是把它分成两个分量 这个分量呢 是全部加起来 这个分量呢 你看 它在这一半的电荷 产生的这个分量是朝上 在这一半的电荷 的分量是朝下 因为这个电荷都相等啊 所以这一半大小 等于这一半大小 加起来就是零了 因此呢 我们这一步 其实可以不要做 你只要说明就好了 你说因为这个电荷 对这个原点来说 它是对称的分布 所以它在P点产生的电荷 向上的总电荷 跟向下的总电荷 大小一样 当然它方向相反 所以它的核向量就是零 因此它的Y分量不见了 只有R分量 你这么说明了以后 你不要做 你就直接D12 直接E就等于R 做下去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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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